2月22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 喀山布尔诺夫飞机制造厂 乘坐图160M战略轰炸机升空 让这款诞生于上世纪的俄罗斯白天鹅 再次映入人们眼帘 这款让我国无数军迷扼晚长探的战略轰炸机 时至今日仍是全球航速最快 航程最远的战略轰炸机 但是却有人调侃 它的出现是军事考古的一大进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 加了M的图160的升级进化史 毕竟这款飞机差点 就能在我们手里焕发升级 观看的时候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谢谢 最美轰炸机白天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为了达到战略威慑 美国计划研发一款新型战略轰炸机 用来解决在新型防空系统崛起 以及导弹技术越发先进的情况下 虽然B-52轰炸机具备高空亚音速突防能力 但也越来越难以生存的难题 B-A轰炸机计划诞生 而苏联为了应对美国这一计划 在1967年 它也同步上马了一项轰炸机计划 该计划要求 这款轰炸机必须要满足超音速飞行 可变后略翼 航速可达2.3马赫 续航能力最远可达1.8万公里等诸多苛刻条件 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 苏联可谓是把条件开到了天际 在这种苛刻的要求下 苏霍伊等设计局展开了竞标 但是经过专家的科学论证 以及当时的技术条件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生产出一款 满足苏联条件的战略轰炸机 因此这个计划被搁置了 看着美国那面项目开展的如火如荼 苏联思前想后 于是接纳了专家的建议 降低了设计要求 冲刺速度 只需要满足每小时2000公里 亚音速巡航里程 能够达到1.4万公里到1.6万公里就行 按照这个条件 图伯列夫设计局拿出了一项 160M飞机家常主义 与图144机身的混合概念 这个概念通过和苏霍伊设计局的 T4侦察机相对比 最终迫使苏联放弃了图伯列夫设计局的设计 而是让图伯列夫设计局采用 米亚西社福设计局的M18方案 最终确定了图160最终的概念设计 从而让它获得了多重混血儿的血统 M18方案胜出在于它的可变后列于设计 这款设计堪称苏联最完美最成功的设计 因为它在航空气体动力学上具备无穷的潜力 就这样在两家设计局通力合作下 图160原型机在1981年开始首飞 并在1987年开始列装苏联军队 按照苏联计划 1988年开始形成作战能力 图160因为机身采用亚光白色涂层 苏联亲切称它为白天鹅 从外形来看确实非常好看 但在北约口中 它另外一个名字虽然和美丽无关 却显得极为霸气 这个名字是海盗旗 白天鹅全长54.1米 常规旗飞重量为26.76吨 满载重量为27.5吨 因为体积大 白天鹅共有四个成员 两名飞行员 一名头弹手 一名防御系统操作员 发动机是四具NK32涡轮风扇发动机 这让它的推力达到了3.09万磅 也让它的最大速度 在1.22万米的海拔 高达达到了2.02马赫 最高可飞到2.1万米的高空 最大航程为1.23万公里 作战半径在7300公里左右 综合来说图160具备高空亚音速巡航 低空亚音速或者高空超音速突袭的能力 能够在高空发射洲际巡航导弹 在敌方防空往外发动攻击 而承担防空压制任务时 可以发射短距离导弹 虽然是一款洲际战略轰炸机 图160也可以承担低空突袭任务 通过发射装备核战斗部的炸弹或者导弹 摧毁敌方重要目标 可以说图160的首飞以及作战能力让苏联极为满意 他们打算生产100架图160装备到军队中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打乱了这一计划 也让图160坎坷的命运开始启程 白天鹅坎坷的历程 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是白天鹅最为忙碌的一年 这一年优雅美丽而又恐怖的白天鹅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它以自身实力打破了44项全球飞行记录 也成为了苏联解体后送给俄罗斯的一份大礼 但俄罗斯想要拿到图160还是很不容易 前苏联解体前19架图160飞向乌克兰境内 替换图16和图22M3 没多久苏联解体这19架图160顺利成章成为了乌克兰的资产 此时俄罗斯别说想要拿回图160 就连看一看都成了奢望 因为在欧美国家许给乌克兰的承诺中 就包括了只要乌克兰摧毁图160在内的战略轰炸机 核武以及大量武器装备 他们就会源源不断的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困了欧美马上送枕头 乌克兰喝了欧美马上送来牛奶 在欧美甜如蜜的谗言中 乌克兰信以为真 他不想再当俄罗斯核武计划中的马前卒 转头跑到了欧美的怀抱 于是为了彰显自己投诚的诚意 乌克兰全球直播拆解图160的程序 为此留下了一副副名场面 但是这也让俄罗斯坐不住了 最后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 乌克兰答应归还8架图160 用来偿还欠俄罗斯的债务 剩下的11架全部拆除 拆得连渣渣都不生 从这件事也可以清晰地看出 乌克兰落得今日境地 不是没有原因的 曾经自己手里也有战略轰炸机 以及核武 可以说苏联解体后 虽然将大部分遗产都留给了俄罗斯 但乌克兰手里并非什么也没有 事实上它除了领土分的少点 在武器方面 它丝毫不比俄罗斯差 毕竟苏联时期 二战胜利后 大部分军工厂都在乌克兰境内 又因为乌克兰靠近欧洲 苏联在这个地区放置了大量武器装备 简单地说 苏联解体时 乌克兰就像武装到牙齿的美女 虽然身子相对担保 但是随便一个武器 都能打得壮汉无法反手 但遇到欧美这个渣男后 信了对方的花言巧语 解除了诸多武装 以至于落得如今这个境地 乌克兰归还俄罗斯图160的过程 算不上爽快 从苏联解体直到2000年 才归还了8架图160 虽然不太爽快 但却很大方 在最初归还时 不但归还了部分图160 还附带了三架图95MC战略轰炸机 以及相关地面设施 还有许航导弹575枚 另外 俄罗斯在等待乌克兰归还图160时 本身还在生产图160 不过这多少有些难为俄罗斯的 毕竟不管是零部件还是技术 都在乌克兰境内 俄罗斯只能寻找昔日的存货 来生产图160 不过俄罗斯的努力没有白费 到了2005年 俄罗斯已经有了15架图160 俄罗斯计划到了2012年时 最初在2001年 由6架图160成立的实验机队 能够装备30架图160 为此在2007年 普京宣布恢复苏联解体时 就已经停止的长城战略飞行任务 以测试完善图160的远程飞行能力 于是该年圣诞 图160以飞抵丹麦领空附近的方式 庆祝圣诞 虽然此举迎来了丹麦 派出两架F16战斗机拦截 这并不是图160唯一一次长途飞行 并被对方拦截的案例 2008年 两架图160飞往比斯开湾的途中 被挪威空军和英国空军拦截 说到拦截有个趣事 图160曾被两架F35发现 F35想要上前拦截 结果图160一脚地板油 直接把两架F35甩得没影了 这个说法虽然有夸大的成分 但也说明了图160优越的速度 不过俄罗斯想要服役 30架图160的想法却落空了 前文说了 图160的零件生产商 基本都位于乌克兰境内 俄罗斯没有能力生产出零件 只能从库房的存货拼凑图160 最终因为图纸不全 外加缺少零件 俄罗斯找遍所有的零件库 也只拼凑了一架图160 白天鹅进化成绿天鹅 虽然没有零件 拼凑更多的图160 只能在现有的图160上 进行升级和进化 意图让它获得更强的战斗力 从名字上看 图160的升级非常简单 图160加上M变成图160M 意味着升级了现代化技术 在图160M后面加一个2 于是这现代化技术更进一步 十分的简单明了啊 其实图160本身的设计就非常先进 虽然是上世纪的产物 如可变后略翼 至今没有过时 再加上可变是寒道 就连美军后来也吸纳了 综合来说 图160的设计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因此它的升级 主要围绕航电 雷达 动力 以及武器系统等 图160M2采用NK32-2发动机的改进型 因为添加了新的材料和制作工艺 改进型NK32-2发动机 和图160使用的NK32发动机相比 优点很多 比如油耗低了 推力和可靠性却增加了不少 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消息显示 图160M2的航程将增加1000公里 除了更换动力更强大的发动机外 图160M2的航电系统也得到升级 被座舱改用了全新玻璃化座舱和电子站系统 操作界面 简易的玻璃化座舱 不但让驾驶员可以更便捷的获取信息 它的视野也极为开阔 从而增强作战效率 而在电子作战系统 图160M2使用的是和苏5G苏35相关的技术 从而极大提升了它的防御能力 即便是图160M2遭到电子站攻击 和全向电子站压制 该电子站系统依然能够工作 不得不说这款系统还是很强大的 武器方面 图160M2除了沿用图160的KH555 和KH102-101巡航导弹以及炸弹外 还将装备俄罗斯正在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和精确制导导弹 从而让图160M2具备在敌方防空圈外围 寻找并且利用漏洞作战 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 过去在常规战争中 图160可以使用KH101巡航导弹作战 但是本身缺少使用精确制导炸弹 以及战术空地导弹的能力 从而在常规战争的使用中受到了限制 那么根据升级 图160M2可以通过卫星制导弹药 这一点已经在叙利亚战场上得到佐证 综合来说 图160M2升级后的能力 要比图160高出两倍左右 基于俄罗斯的升级 图160M2看起来像是成功了 毕竟在去年完成了首飞 不过样子有所变化 白天鹅变成了绿天鹅 大概是俄罗斯感觉被乌克兰背叛了 从而在白天鹅上用颜色表现出来 不过从俄罗斯不断升级图160 也能看出它的无奈 远程战略轰炸机本身就是个囤筋兽 美国B2A隐身轰炸机也是研究时间已久 耗费资金无数 不但周期时间长 而且对工业技术和水平要求极高 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为难了俄罗斯 俄罗斯因为幅员辽阔的面积 不缺乏各种资源 但是就缺工业技术 再加上经济因为战争受创 从而导致俄罗斯新一代远程轰炸机 PAK PD项目虽已上马 但迟迟没有进展 就连首飞的一丁点音讯都没有 相对于PAK PD项目的各种不确定性 升级图160到图160M2 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 暴露了俄罗斯的疲软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